臺南市正副議長選舉 匯選跑票 宜雲 有待釐清 包括民進黨籍議長邱莉莉 副議長林志展 三位國民黨 跑票議員 以及民進黨 前中職位郭在清等 多位涉案人 都被臺南地檢署 大動作搜索 並漏夜偵訊 而臺南地院 從天深夜十一點半左右 裁定郭在清 羈押禁見 楊志強無保請回 微笑對鏡頭比讚 他是被懷疑 涉入臺南市正副議長選舉 匯選風波的關鍵人物楊志強 曾認是議會五黨聯盟顧問團長的他 政商關係良好 檢調在公司搜出 裝在保冷袋裡的八百多萬現金 懷疑是選舉後謝金 他聯盟澄清 檢方三號一早大規模搜索約談 包括捲入案情的民進黨籍議長邱莉莉等人 訊後都被列為被告 其中邱莉莉五十萬元交保 副議長林志展二十萬元交保 五黨籍議員黃麗舟和跑票州 國民黨開除黨籍的議員李文俊 張士賢以及李建國 分別是以十到二十五萬元不等交保 另外李文俊和李建國親友 也因為涉案交保後全 絲毫晚間 臺南地院則裁定郭再清積壓 禁見 楊志強無包請回 司法介入調查黑金爭議 民進黨代理主席 陳其邁也表示支持檢調徹查到底 連政會已經著手調查 從嚴處理 檢調追查對象是否會擴大 臺南市議會已經風聲鶴唳 近代司法還原真相 至於未到案的林士傑 檢方不排除拘提 如果拘提不到案 將會通緝到案 記者 溫振恆 朱鳳柱 齊昌 綜合報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